谁是你是你的男朋友 邓维 但是我说sorry啊 因为我的脑袋有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有点事 我真的有点事 我就看你一样的 就是我的笑容感 邓维是这样的 咱们一般先擦脸再擦拖 我自己先擦拖 就好 二十八岁的邓维进圈才三年 就能因为和小子 饰演了长相似的官配 令人就一跃成为流量小生 何以说是老天爷赏半只 而虽然邓维和小子 在剧中饰演的事情里 但在剧国期间却很少 看到两人迷面上有什么互动 不过相思动们 还是从两人相处中 找到点珠丝马迹 邓维小子谈见词 张婉一私人拉片 一开始邓维和小子还拘谨得很 可是每多久 两个小情侣之间的气氛 可是一旁张婉一都看不下去了 而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因为小子是女主角 和其他男演员有很多对手戏 邓维坐在一旁观摩 每次一看到小子 纳粹裸裸的战友欲扰 是小子都不敢和他对视上 尽管剧组不仅有谈剑刺 这个多年网友 还有张婉一这个护妹狂摸 常常让小子笑得合不拢嘴 而小子到了邓维面前 却是多了几分不一样的娇秀 在上桌柳的综艺上 何老师挑小子水势剧中的男朋友 小子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是邓维 而不是土山姐 吓得邓维拿着毛巾 要擦脸却据擦了桌子 后面的寡友更是忍不住笑出声 那么对此你喝到腰紧了吗